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什么呢 朱俊 李爵吧 有人说你居然玩赌的武将 你想想什么样的主攻才能把我逼成这份 看吧这局 挺绝望的 没有正常的局 前卫忠臣朱俊那个啥李爵是可以的 咱们必须要刷AOE 刷不出来就输呗 就那句话 人说那什么样的主攻让你选这种赌的武将呢 看一下 我都没脾气 陈泰尔茨大哥你是看过什么奇葩东西吗 你觉得你五滴血的话在至尊场是很肉的感觉是吗 那我寄望你多摔点盾吧 否则的话 你要被八个人几个人打穿雪的话直接变白板 然后后面你得玩泰尔茨这些人的心里玻璃心就干什么脱管了 我当时都想选迷航的你知道吗 我逼的想了想选其他的了 都有一个李爵出现了就换了个李爵 给一些好位置选个李爵 这把能不能看能刷几个EOE吧刷EOE刷多的话说不定因为我一般情况不玩李爵是运气差 有可能狼席 杨席 这把运气不错开去看一下下面还凑合吧但有避重 避重两个避重也就是说他打三滴血能打文阳 三滴血之后还剩两滴 随便一个人他的火攻避重一滴 还剩一滴 一滴的话随便人打掉一滴直接变白板 火攻啊避重啥的 对啊威胁最大男好好先 杨慧于这两天 什么来着 是那个体验吧 不是啥 一群蠢货 还有遇见好多报信的 不理解 可能他玩的少吧 反正我遇见好几句报信可以有兴趣看我昨天的直播回放吧 不理解他们干啥的 把尾打掉啊 这时候直接狼席他 手牌不错的俩就是只不想自己活 两个优异全开出来 某出个量都震惊了操三个男马尔切 直接后卫某出个量不讲道理没有了 杀掉一个男孩我先转了 结果杨慧于变男好好先了直接干男好好先 杨慧于先决斗一下 先把诸葛亮打死 先决斗一下诸葛亮 因为你九杀的话他肯定服杀了 结果没想到服决斗了 后来想想人前面有个文阳服决斗很正常 也行吧 现在只能寄望于就是文阳是队友了对 如果是对手的话主攻已经废了 火攻一下 有人说你为啥不火攻诸葛亮 第一火攻不死他 第二的话男好先威胁更大一些 还是那句话可想要压低一些 结果砸我蛋 本来我不想杀 他一定是在来的 这边是一个小时的 在耳朵里面 用一个小时的招致 德国人的营养 在给予产生的 就是指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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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先用火供花色的不够 为什么不先制衡一下 他给我火供没打断火供容忍 我只是需要一个人区而已 要回血的 他都已经没标记了 你觉得我怕虚荣 你以为他是谁 想什么呢 过点血就行了 目的就是为了回自己的血 根本不在乎其他的 结果这个时候的话 夏侯氏觉得他是忠诚 反对夏侯氏先打他了 也就是夏侯氏是个反贼 结果郑玄的话还在杀他 郑玄的话咱们就不管他 郑玄好奇怪 当时我觉得郑玄可能也是反 反贼多了一个 有杀却没有继续杀 孩子有杀没有继续杀黄盖 你猜猜你是什么东西 咱不用管了 而且当时的话我就不用管他 然后当时说饿死你 当时我记得好像你有杀 杀没杀 我忘了是不是已经杀过了 没注意看 反正当时郑玄的话 我是怀疑的 我为什么怀疑 因为当时在跟一个人在争论 火攻这个事 我说你怎么看不懂这个火攻呢 这两个没注意看 但是我不相信郑玄的 这时候黄盖没做什么事 真的没闪 回第一血依旧是白板 不用管他 这个时候话 郑玄的话还是不相信的 这里面赤裸裸的羊毛来了 有郑玄乐主攻是吧 失误了是不 失误个锤子 往下看就知道了 结果一看他给补牌了 报信很奇怪 那郑玄可能是队友吧 人说你要是人郑玄是内奸怎么办 把郑玄就是内奸 明告诉你了 把郑玄就是内奸 老人那说你乐错人了 是不是 转翻了好不好 你乐的这个主攻 你猜猜看郑玄如果没有拆桥的情况 他有拆桥我崩了 这就乐就完全没解释了 如果没有拆桥 他大概就没有拆桥的情况下 你告诉我 我赚了还是亏了 猜一猜 郑玄每次过四到五张牌的概率不是很高 如果是三张牌 一般情况是三张牌都给他的话 你猜猜我是赚了还是不会亏了 黄盖还挺开心 他觉得摸三张还好高兴 我当然也高兴了 第一啊以后的精只能给你了 明白了吗 第二的话你美猴摸的是精的那三张牌 你别忘了 你本来你过牌是比精的牌要多多了 我好开心啊 大哥你的智商呢 受不了 好了是个内奸啊 这报信不知道什么东西 对吧 报信啥用没有啊 说实话换个白板也比报信 对吧 可能有点用啊 这把我一怕就是这个黄盖啊 你们别学这把能赢啊 这把你不杀的正弦的时候 这三个人是打不过黄盖 辅助 费不能说费吧 辅助 这也不想定问 没必要说人家 你们喜欢就选吧 反正我预计可能是我的问题 我预见的报信没有一个发挥好的 可能不会玩吧 反正不给我拍 大哥你觉得选报信的话 智商高还是选张忍景智商高啊 算了 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们逃不够也不要是 有张鸣无蟹啊 反正无蟹给了什么黄盖很难受啊 看能杀死不 然后到开报信批自己的时候不是特别短 本来两个逃生来救下 或是会救我的自己消耗掉了 啊跟你们要别玩这些武将行吗 不会玩的话 一刀 现在最怕就是赵 黄盖是有可能断杀的 把这个杖疤一定要搞掉 但是现在我需要打正弦了 明白了吗 所以说先拆正弦 古定刀杀他 这有张鸣无蟹 现在他无蟹居然不用 不知道我有古定刀 直接杀他 你逃不够的 杀掉了 然后留一张第二个乐 因为我明告你 即使这样 武将假的黄盖 依旧能打我们三个 尤其这个报信不会玩的样子 明白了吗 反正我遇见的报信都很不正常 手上是张什么牌 提问一些宝贝们 拆了个桃子 手上张无蟹 刚才给的名牌 还好吧 居然知道把那个啥给我了 把无蟹给我 我很高兴 眼泪快出来了 不能掉血啊 黄盖有可能添过的 那种杖疤不能掉血 保持自己血量 还好 下回还能再乐一次 顺一些杖疤 而不是顺的手牌 注意我说的话 因为杖疤的话能让不过牌的 还就不给我吗 这么相信报信 都批自己了 还想还不相信我 报信这一刀下去之后 我都绝望了 真的不着急吗 你是不是不会有人觉得 现在是优势吧 你是有脑袋里面 有进了多少 多少滴水 才能认为现在是优势 这两个乐是我存下来的 如果没有这两个的话 我们会不会 挨个点死的 猜猜我为啥要对杖疤 就会防止断杀 每回我要保证一刀的 他的杀是需要给补牌用的 他肯定就没有输出了 你的输出 好过还输出 为了打队友是吗 好棒 这报信有啥用 我不太了解 可能是人不会玩吧 有些人会喜 会玩报信 能每回合打B中两滴血 对不对 对吧 还有傻子打报信旁边队友 报信给补牌呢 对不对 倒也不能否认对吧 毕竟毕竟还是有傻子的 当这个时候我不准备酒杀 明告诉你啊 但是我后来过着个桃子 所以直接酒杀了 因为我桃子够了 还不错吧 又补了一大套牌 这把架豪式爽翻啊 架豪式MVP实至名归啊 虽说的报信 我不知道是报信拿最多资源 打最少的伤害 可能是他不会玩吧 不会玩就别玩他 行吗